再把它選這個物件,然後往上移一下 再結束掉偏移的指令 再按一下就重複,所以其實就兩個空白鍵 兩次空白鍵 然後偏移的距離的話再向上12 Enter 然後把這一條線往上移一下 OK那這幾條線就畫出來了 應該了解意思吧 如果你實在沒有辦法那麼快,沒關係 你慢慢一個一個慢慢偏移 你熟了之後 然後你再來做那個重複指令的動作 接下來就是把線 總共有246條線畫出來之後 接下來要畫什麼?畫那個弧對不對 這個弧教各位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在這個功能上面有弧,可是弧是三點 我們還有在一個地方,各位記一下 繪製裡面呢 繪製裡面有個畫弧 那畫弧的方法有很多種 有三點 有起點、終點 這個是中心點 那我們就是 有兩個 請各位找到這個起點、終點、方向 這個會比較簡單 起點,你給他一個起點 給他一個終點 給他一個方向 就可以把那個弧畫出來 這個弧實際上就是 這個半圓 起點、終點 記得就是繪製裡面的弧 裡面的起點、終點、方向 那我們把它點下去之後的話 我們畫弧給各位看一下 我從上畫下來好了 上面這個有沒有 起點在上面 終點在下面哪裡呢 123 這條線 終點 方向特別注意 請你拉一個正方向 就往什麼呢 往180度的方向 點一下 這個弧就畫出來 那 如果你還要再上來 再點 繪製弧 起點、終點、方向 很麻煩 記得一個 怎麼 訣竅 剛剛不是講過 按右鍵 重複 剛剛的指令 這樣會比較快 不然你他 123 你按右鍵會比較快 點下去之後的話呢 你就會重複剛剛的指令 12 然後給方向拉一下 好 按右鍵重複 就直接給他 12 方向拉一下 3 按右鍵重複 然後 這一點到 這一點 拉一個方向 拉一個水平方向 按右鍵重複一下 然後 這邊到 這邊 拉一個水平方向 按右鍵重複一下 這邊到這邊 拉一個水平方向 這樣就畫完了 所以如果說你 如果不知道這個方法 你可以畫圓 再裁 再修剪 可是 問題 在工程浩大 你如果懂得用這一招 一下子就可以把 弧給畫完了 起點重點方向 再配合右鍵 重複這個指令 這個部分呢 就可以畫出來 OK 那其他的話 我想自行 再把它標註一下 好不好 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 試試看 第六題的部分 都可以畫到 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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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